哈喽,大家早 很高兴今天又到了我们那个两个月一次的大松的时间 那延续上一次在家黑客松之后 有很多参与者跟我们反映体验非常棒 所以我们这次又在家了 那但是也有一些参与者说真的很想要一起吃炸鸡 所以我们想也许这一次会是 就是今年最后一次在家 那下一次7月我们希望能够在实体场跟大家一起见面 那今天刚开始我先带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主控场的状况是怎么样 那我是今天的开场主持人Isabelle 然后我们有T-Monk、Sean、Ronnie以及还有哲伟 那在外面spend by的是我们可爱的Best 谢谢大家 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乖乖 刚刚大家一直提醒我说我讲话的时候要看着乖乖 希望他今天就是让大家机器都很乖 然后首先我要先做一个那个 刚刚新手教学里面的一个事实查核的更正 就是刚刚乙杰有说我们现在均匀比slack里面 在上的人数大概是6400人 但是我刚看了一下今天早上 general里面的slack人数应该是7500多人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在 难道是在这两个月中间增加了1000人吗 嗯好 那我先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还有开发了很多新功能 就是跟上次相比呢有增加了很多新的功能 首先我们今天会有因为会有日本、韩国 还有在世界各地其他也许不懂中文的参与者一起参加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S然后之号还有Sam 他们会及时帮我们做英文的笔译 在提案的时候会有英文的笔译在下方这边字幕 英文字幕 那另外就是大家知道做这些就是这些事情 我们需要机器设备那需要一些人力 那所以旧松台还是很需要大家的帮助 那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线上旧松台的这个时间呢 也会有那个即时就是即时募款 那就是说如果您有捐捐款的话呢 就会在右 也会在那个画面的上方 会出现一个 谁谁谁就是这样 感谢RONI赞助100元这样子 那如果我 比如说有之号赞助了1000元的话 就会在上方出现这样子 然后在下面的跑码灯也会一直出现 所以请大家不论多少请帮忙捐款支持旧松台 那另外就是说我们今天也会有 日本和韩国的社群跟我们连线 那因为Code for Japan还有Code for Korea 他们在今天也都举办了他们的Civitech Hacking Day 所以在12点半的时候呢 他们也会加入我们FTO的会议室 就是Facing the Ocean 面海松的这个跨国社群 会跟大家一起来介绍说 面海松这一年社群这一年来是怎么样开始 那参加者的体验是怎么样子 那也欢迎大家之后之后继续加入 那会在12点半的时候开始 那另外就是说 很重要的是如果 我超爱这个字幕的 就是这个弹幕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发弹幕的话 请加入RandomLing这个Channel Select上面RandomLing这个Channel 然后你打进去的字 就会在螢幕上即时出现 对 好 那大概今天就是我们的开场 大概是到这边 那我也稍微回顾一下 纠统团大概这两个月来做的事情 纠统团一直觉得很忙 然后我们大概在这两个月 我们帮忙举办了那个 陈申伟老师的线上追思会 然后我们也到AIT 协办了第一次他们的线上GCTF的活动 那我们也办了临时小学校的 第二次工作坊 然后实体不是只有线上活动 我们还办了上个礼拜 办了实体的活动到苗栗南庄 和数位农民组合 还有竹签社区大学这些单位 一起合办了同花松 那是邀请了很多在地的农青 那当地的村长还有议员 都来跟我们分享在地的一些文化史基的事情 那我觉得这样的连结 对GNB社群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也希望有机会再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去 那所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议案咯 好吗 好吗